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有不同的意见 所以我都不隐藏 所以我原来不是讲这个题目的 我原来是讲另一个题目 后来我也知道这个教会是面对一个相当重要的时刻 因此我就按神所给我的领寿来跟大家去分享 就不要觉得很凝重 不要觉得很紧张 是神的说话 我们就让神的说话来和我们去看看 而实际上《以乎所书》就是讲教会 那里面我选择的一到十六节都是相当长的经文 我们未必很详细的全部看完 但是在这段经文里面我想用一个新的角度和大家去看 合一是我们大家讲的 但保罗在这里讲合一 就跟我们一般有些概念上的不太相同 首先在分段上的经文是有分四个段落 第一个段落就是头三节 在保罗讲教会的合一和教会的内容之前 他先讲一个信徒的得行的问题 这是很重要的 基础很重要 但基础之前就是讲到信徒的得行 第二个就先讲基础 就是合一的基础在第四节到第六节那里去讲 讲完基础就讲主的身体 就是主的功能 就是教会有什么功能 提到耶稣基督升上天 来将那个恩赐赐给我们 不同的恩赐不同的功能 到最后十三到十六节就讲到成长的信徒 就是一个教会 在上帝所设立的 上帝所喜悦的教会 好了 这个时候不太多 那我们就进入它 基础之前的基础 保罗提到教会和外面不同 因为教会是一个得熟的人 所以一个人加入一个团体 通常他应该要按照一个团体的规则而做事 而在教会里面是特别提到我们一个蒙恩得救的人 就是一些很基本的 或者是我们应该有的一些的基础图的特性 就是这些就是我们的弟兄姐妹 我们的特性是什么 在这里他就提到是有四样东西的 这四样东西就是保罗常常都提到的 保罗常常提到很多 这四样东西他特别在教会里面提到 第一样是什么呢 第一样就是欠虚 欠虚其实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是相当不好的 欠虚这个字 原来是有畏缩的、自卑的 是有一种的奴隶性 但是保罗就将这个字去transform了 将这个字去提升了 是加入了一个基督教的很重要的一个观点进去 在中国大陆里面作为领袖是不可能谦卑的 作为领袖就是要有权威的 有去指挥人的 但是中文的智慧就相反 我们听过一个成语叫满朝损欠受益 而在圣经里面 什么叫做欠虚呢 欠虚是真正欠虚是来自我们每个得熟的人 因为我们够熟 我们先拥有了最丰富最高贵的生命 然后我们才懂得欠虚 欠虚不是因为 我什么都没有 我什么都不懂 所以我就要在人面前说 我不行的 你不行 不是那个意思 原来基督教里面是一个 我们说是一个很相反很接规的成绩 一个真正谦卑的人 是因为我们的认识度 我们上帝所救赎 我生命非常高贵 而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人 值得我去敬拜 没有权贵 我去惧怕 而这样的人他才懂得欠虚 意思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路德所说 当一个基督徒 我们领受了自己的生命 我们是众人之主 在这个宇宙上面 耶稣基督为我而死 所以我有最宝贵的生命 我们不会受任何人的管恨 但同时 因为基督的道成肉身 我愿意去服侍最卑微的人 这个就是欠虚 欠虚不是因为我不行 而是我甘愿 因为基督的缘故 我甘愿卑微下来 所以欠虚不是要我损失 欠虚不是要我委屈 欠虚不是我觉得我这样做的时候 我顶着道气 好吧我不跟你争 不是这样的意思 欠虚是因为基督道成肉身 我愿意服侍最卑微的人 我愿意放下 这个是出自我们最高贵的生命 这个就是保罗将一个不好的字 是将它transform了 是将它提升了 第二个 温柔 温柔这个字在信徒里面 是一个很美丽的字 这个字是指中庸之道 中庸之道就是指凡事不要极端 我们知道一个人如果很容易发怒 狂躁症 你知道现在经常都有狂躁症 你回香港小心点 碰到人就会被人骂到你那样 所以坐车真的要缩头缩尾 不要被人碰到人 中庸就是在我们性格上 不要轻易发怒 但温柔更加重要 温柔不是叫我们做软皮蛇 软皮蛇是很激气的人 是很激气的 温柔是什么呢 温柔是指一个有原则 是一个不偏不倚的 温柔不是指一个老好人 不是指一个人 就是什么都可以 什么都可以 英文就是好不好 当你说I'm not fine 那些人懂得回答你 温柔不是这个意思 温柔就是我们是有一个原则 是不偏不倚 而能够去坚守 温柔就是指一个有折制的 是愿意按照上的心意 来到去将那个原则 将那个事 不用狂躁 也都不用 是誤理 或者是不用莫不关心 而是很坚忍的去表达出来 所以这个中庸之道 就是指一个很有修养 由能够将他的意见 将他所做的 所认为 上他所带领的 来实践出来 温柔是一个很美丽的字 也有很高的艺术 第三个呢 保罗提到在这个群体里面 需要的是什么呢 需要的是忍耐 忍耐呢 就是好像 就像罗马的军队一样 就是他们在打仗的时候 很坚韧 要使到他的战争是得到胜利 所以这个忍耐呢 就有一个意思就是 承受到的灵欲或者伤害 而不会随便怨恨或者素苦的一种精神 这种精神是一种很强大的精神 就是呢 保罗就说作为一个信徒 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些东西是不满意的 或者是不开心的 而我们学习呢 是将这一样东西来忍受 因为上帝的旨意未必很快就会出现 我们未必很快会看到 但结局不是那么快出现的 看起就很快了 但很多的东西需要一段时间 我们才会看得清楚 因为这样的缘故 所以弟兄姊妹就需要一种坚韧的精神 所以坚韧的精神和温柔是两样东西配合了 所以温柔和坚韧 就让上帝的旨意成就 这个就是保罗很想看到 在那个教会的群体里面 这种的得行 就是一个蒙恩旧熟的一个得行 而第四呢 我们很熟悉了 就是爱了 爱这个阿加皮这个字呢 就和其他的爱不同 我们如果稍微读一下圣经 或者我们知道我们有男女之外 弟兄之外 父母之外 但这个爱是一个无条件的 也是和我们的旧熟有关的 所以保罗其实他说这四样东西 其实都在环绕着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我们今天一个得熟的人 领受上最大的恩典 我们有最宝贵的生命 我们这个宇宙里面 我们是一个最崇高的地位 而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才知道什么叫爱 因为基督无条件的将爱给我们 在实际上为我们而死 是无条件的 而我们也都学习 无条件的爱弟兄姊妹 爱教会 爱我们众人 然后这四个德行就产生了和平 所以在经文里面你就会看到 保罗他提到这四个 凡事谦虚、温柔、忍耐 然后就用爱心互相欢庸 跟着就用和平彼此联络 爱心互相欢庸 就是一个正态的 和平彼此联络 就是一个动态的 积极的 那么我们就可以有这个和平 和平这个字就很丰富了 那么我们在这里不详细说 就是不单只是和平 而是产生好的效果 好了 那么我们要进入呢 就是讲合一了 在教会里面就提到 合一是教会的必须 但是呢 我们要留意 保罗所说的这个合一 就不是必然 我会解释下去 是必须的 但不是必然有什么分别呢 一会儿你看下去 你会发现保罗用的字是很奇怪的 先讲呢 在刚才读的圣经里面 保罗用一个比喻 就是用身体 他说身体呢 就只有一个 圣灵呢 只有一个 正如我们同盟照有一个指望 然后就是一主一信一洗一上帝 就是众人之乎 超乎众人之上 冠乎众人之中 又住在众人之内 不然妙的 不过有机会先讲 合一呢 在保罗里面说 不是最终的目的 如果合一是最终的目的呢 那教会就要不惜一切合一 事实上呢 在教会历史上面 我们发现 合一不是最终的目的 如果是最终的目的呢 那我们基督教就要回到天主教那里 就不要出来 路德要回到天主教那里 就不要改革 佳燕就要回去了 我们应该要回到原来的教会 就不要有基督教了 是吧 合一嘛 那你为什么要走出来呢 如果是最终的目的的时候 那我们就应该要回到教皇那里 所以呢 保罗在这里提到那个合一的重要性呢 是很重要的 但是合一呢 不是终极不可以摧毁的 如果你现在走了那大件事 那你就以为教会就最好分开了 我还没说完 那当我说合一不是终极 摧毁的时候呢 在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叫做 既然要合一 但是又不合一的一种矛盾性 在哪里 你有没有留意到 在第三节 保罗怎么说 他说 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致合而为一的心 什么叫竭力保守呢 如果合一是无法摧毁的话 这个劝告就很奇怪了 保罗劝我们要用各样东西去努力去保持 竭力是一个很强烈的字 即是说其实呢 我们是要负代价的 如果合一是一种无法摧毁的 那我们就不需要 就一定是合一的 所以要负代价 是用很辛苦的 来保持着合一 保罗呢 他是用一个三位一体的上帝 来到去讲那个合一 所以合一是在一个三一神论里面去讲 意思是什么呢 他说父创造了这个家 耶稣基督创造了 带来了一主一信一使 然后圣灵是创造了教会的身体 所以整个的合一是在基督里面 并且这个合一是指向着将来 即是到将来我们永远一定是合一的了 将来 但暂时呢 我们是有不同的 是有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是要揭力去保守到合一 但也都不是一定可以合一到 所以你就会看到在这个世界上 是有不同的教会 有不同的宗派 有不同的意见 好了 在基督里面的合一 是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 合一是对一个未来的一个共同的盼望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信仰 我们有三一的上帝 所以当一个人如果他不接受耶稣基督 或者他在这个三一上帝的信仰上面 他跟我们不同 那是不会合一 那也都不在我们的里面 所以我们在信仰上面是合一 令保罗所针对的 那是一个将来的合一 就是现在的教会是有一个不合一 揭力呢 刚才我说过是一个很强烈的 就是在教会里面 我们是会有不同的部门 有不同的意见 然后教会底下有不同的功能 在这个教会里面 我们要保持着我们同一的信仰 但在教会里面 我们是无可避免是有不同的看法 因为我们是来自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阶层 所以教会的一是在信仰上面 是在一个末世的盼望着将来 那个救赎上面 在那个合一上面 教会永远不是一言堂 共产党就是一言堂 共产党就是一言堂 不对我就杀了你 教会呢 不会因为你不喜欢拍摄 就可以走的 没有人可以抓你回来 我不会找秘密警察杀了你 教会呢 我们在一个共同信仰下面 我们盼望着将来 弟兄姊妹在那里相会 但是保禄不赞成 我们在这个情况下 以前我们很容易分开 所以就要用揭力 揭力就是说 当上帝呼召我们这帮人 在这个地方教会上面 我们就要揭力去保守 一个合一的见证 而这个要揭力就是说 是很容易散的 要不然就不会揭力 是吧 就因为很容易散的 你带教会就很容易散 对不对 你唱教会的歌的时候 真的地上有很多不同的教义 有不同的说法 所以就要揭力了 那我们揭力呢 那个基础是什么呢 就是保禄一开始说 那种忍耐 那种欢容 那种爱心 这个就是基础之上 所以我们才有这个德行 然后我们就去揭力去保守住 所以这些东西不是免费午餐来的 我们需要这样做 所以我们要共同为了教会 为了天国 为了神的名字 好了 很多时候有人就将圣灵私有化 因为教会很多时候出现分裂是什么呢 就是我领受了 圣灵跟我这么说 上帝的领受 哇 很大件事 那你就要听他说 那第二个说 不是的 我领受是这样 圣灵跟我这么说 圣灵分裂 圣灵很有问题 我们千万不要将圣灵私有化 什么叫圣灵私有化呢 就是我们的领受 是要得到教会的确认 弟兄姊妹的确认 我们不可以说 我昨晚在圣灵里面 领受很强烈的 一定要这样做 要不然你就是位背上帝 在香港里面的灵恩派教会 就是这样 有一个传道人 要教会立刻搬 要去到哪里 圣灵是他 你不听我说 圣灵要揍住你 说吓到那些人 全部跟着他 为什么跟着一个星期之后 圣灵昨晚说不是这样走 应该要这样走 圣灵被私有化 就令到教会里面 就出现很多的问题 所以今天圣灵是带领我们 是帮助我们 但是圣灵不是住在一个人当中 圣灵是住在我们当中 是住在你们当中 所以圣灵是住在众人之内 你看保罗怎么说 在众人之内 在众人之中 不是在一个人里面 不是在我里面 不是在一个牧师里面 所以是要群体 我们共同领受 并且我们互相的 要靠着圣灵 互相认证 而最重要的是 基督的名德就是荣耀 神在各道德的彰显 这是最终极的目的 接着保罗 他就提到建立主的身体 建立主的身体 他提到一个上帝就是众人之父 超乎众人之上 贯乎众人之中 住在众人之内 这就是教会合一的理据 所以今天我们的合一是在信仰上面 荣耀上面 基督的救赎上面 我们有这个合一 当我们领受了这个得熟的身体 我们得到这个救恩 我们就按照主给他们的这个恩典 来到去服侍 在服侍的过程 我们就有不同的功能 所以第七节那里 保罗就说 他是我们的各人蒙恩 是照基督所量级各人的恩赐 这个恩赐就正正 就给我们看到 教会里面的多元性 教会是有一个 信仰是有一个 家庭也都有一个 但就不表示 就只有一种声音 一种管治 一种意见 上帝的教导 圣灵的引导 从来都不是黑白已分的 因为这个世界也都不是黑白两种颜色 上帝所创造的是青山白云 绿水蓝天 很丰富的 因为这么丰富 圣灵就在各人身上 所带领的 是很丰富的 就算是一个老人家 在一个土国里面所领受的 他都可以成为 我们众人学习的一个对象 一个很有学问的目者 或者掌执 很多经验 他所领受的 亦都可以成为教会的参考 所以 圣灵在各人运作上所彰显的 一个很丰富 很美丽的图画 我们要学习给一些欣赏 给一些接纳 给一些磨合 这个就是保罗所说的 在一个信仰下 我们共同的领受 保罗用的欣赏 这个字 它是我们各人蒙欣 这个字 就是 保罗提到 就是给我们不同的欣赐 charisma 是一个欣赐 很多人说 某些人才有特殊的欣赐 特别 有一次我跟灵恩派的人说 灵恩派就是说 有特殊的欣赐 保罗说不是 欣赐是给所有的人 各人领受的是不同 是有 按照上帝的心意 给他不同 就没有大小高低价值的分别 而是在整个家里面 这个欣赐 透过圣灵使用 就算很微小 都是对教会有益处的 所以这个欣赐 我们要很重视 就是我们要去发挥出来 我们不会觉得 我在教会里面 整天都坐在最后一行 不是说你们 就是很谦卑的 来到 就听见到 你要去检查 就是原来神是给我们恩赐 那个恩赐是可以服侍的 是让 刚才说 记得的荣耀 我们的信仰 神在各个角度 彰映出来 每个人所领受的恩赐 都是朝着这个方向 合一 就是我们的信仰 基督的救赎 来彰映出来 有二十几种 不是单单 还很独特的 在你身上 或者你的唱歌 或者你的弹琴 或者你的爱心 或者你能够聆听 这些都是一个很宝贵的恩赐 原来神都在使用中 所以在这个恩赐下面 我们就不要埋没了 我们就要让教会 来将各人的恩赐 来去运作 去运用 很少的恩赐 原来也有很大的作用 最近 有人介绍我 因为我现在住的屋 好像你的屋 没有上二楼的 很喜欢住屋 加拿大 我说我以后不住屋 因为没有记性 经常留意他上二楼 不记得了 又不记得了要拿什么 我坐下来 记得 所以又不记得 经常上来 他手里很痛 有人介绍 吃一种白色的 会好一点 是舒缓了 很少的东西 是吗 一按下去 但是对整个人 就舒缓了很多 开心一点 没有那么痛 但是没有记性 也是没有记性的 我跟少母说 你不要骂我 我是没有记性的 少母说 我也没有记性的 你也不要骂我 是呀 是这样的 人是这样的 很少的东西 你不要觉得他没有用 但是他在生活上面 原来他是在帮你的 舒缓你的 是让你开心一点 是吗 会得快乐一点 教会里面是这样的 你不要觉得 哎呀我领受很少 我没有什么 但原来在教会里面 很重要的 这个就是我们整个恩赐 彼此的混用 彼此的配搭 没有人可以拿下所有真理 没有人可以控制着圣灵 圣灵没有偏心 只跟一个人说话 因为圣灵是住在众人之中 这个就是合一了 这个就是圣灵了 然后呢 保罗就提到几个职位 有使徒 不需要详细说 就是见过主 又被主教教导 有先知 就是教导 有传福音 还有很重要 教会里面 将神的福音传说出去 有牧师和教师 这个就是在教导上面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 那保罗呢 其实是没有说完的 当然说下去就很长了 就是说了 待会也不用开会了 所以保罗就算了 说到这里 为要承传圣徒 各尽其职 建立基督的身体 承传圣徒 各尽其职 这是很多的恩赐 譬如 教会扩建 有不同的意见 有些人说 我一定要去扩建 那表决之后 可能yes or no 其实不重要的 真的不重要 为什么呢 如果你有信心的 譬如通过了 那就多些奉献去支持 如果你没有信心的 那还有很多事工 是不是 有差全事工 有全方的事工 有很多其他东西 就去支持其他东西 是不是 我们是合一的 那你说通过不了 那那些很想扩建 又不需要难过的 就继续努力 做好一点 是不是 下次再提出来 不要紧要 有什么所谓 是吧 不过我最近收到的 令我不安 为什么不安呢 因为大家都 就是 怎么说 大家对我很好 对我好 对我很好 所以就让我知道 教会这些东西 我又很感动 你知道吗 我感动 我感动得来 我说 糟了 有这么多不同的意见 怎么办 今天开会 可以留在这里 怎么办 怎么办 我跟师母说 我其实很快就祈祷 我说 教会 是怎么样 根本不重要的 就是 任何的义决 提出来 当然有不同的意见 我们不是共产党 是吧 不是共产党 就是 有不同的意见 不同的看法 是吧 你不喜欢 你不用像香港那样 用脚走到地道 要移民 不用的 移什么移民 这么近 对面有华基 在这里有哪里 始终不是你家来的 这里 这个就是我们家来的 是吧 那你走到地道 地道就一样有 所以其实我们 爱这个教会 我们是有一个 建立一个身体 这个就是地方的身体 不要紧 所以任何的义决 不要紧 我们无论如何都好 你说我没信心 不知道够不够钱 那你没信心 你就投没信心票 等有信心就做 等上你感到有信心就继续 是吧 我可以有信心 但是又不成功 那就不要紧 再来个心 不要紧 所以那个建立很重要 恩赐很重要 合一在圣灵里面是很重要 因为那个真正的合一 而保罗说 一切的事情之前 就是我们的品格 一开始 他不是教我们怎么合一 是讲品格 一开始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需要的 我们的忍耐 我们的爱心 这个才是一个很重要的 基础的基础 然后到最后 这个身体呢 就是要和谐的 因为如果身体不和谐的话 那这个身体呢 就很多问题 很少一条刺 我出来的时候 有个脚趾 有一条刺 很少的东西 就令到我很不舒服 那条刺呢 我们要拿走它 然后呢 整个的生活呢 就不受影响 所以呢 我们很重要 和谐 在神的面前 虽然和谐这个字呢 已经被丑化了 有什么和谐和谐 其实呢 我们今天需要呢 是主里面的那个Salom Salom 那字呢 就不是单单和平 Salom 那字呢 是一个愉快 和一个很丰富 很开心的一个状况 Salom 就是平安 那平安就不是说 你出去不会有尊头 放到你 有交通意外 不是 而是你做事畅顺 平安 畅顺 这个 所以今天呢 我去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呢 我实在是很感恩 因为我看到屋孙的弟兄姊妹 就是这样的弟兄姊妹 就是有这些 那么好的品格的弟兄姊妹 就是看到弟兄姊妹是很爱这个教会 是很重视在那个合一的里面 虽然不同的意见 是必然的 但是是一个共同的圣灵的带领 在这个一的下面 不同的意见 不会伤害了我们的感情 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里面 对上人有信心 真的有信心 如果要做 上人可以带领我们做 如果不做 上人可以给我们一个机会 这个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我们共同的信服 圣灵 给我们恩赐 共同建立教会 让我们身体成长 愿主亲自的祝福我们 也都给我们 是活得更好 更开心 更愉快 见证我们的主 在社区上面 让人看到我们的群体 是充满活力 喜乐 盼望 然后祝福我们 同心祈祷 主我们感谢你 你在这里建立一个教会 就是叫我们好好的 来到服侍你 因为你给我们 去建立了这么多年的感情 就让我们在教会 无论任何的事情上面 我们都有这个合一的心 以至发挥一个最大的恩慈 去见证你 去荣耀你 在这个世上 虽然我们很多时候 是会有不同的意见 但主 你让我们看到 合一是你的心意 更加让我们看到 合一是将来 我们在天上最终的成就 愿主自己 祝福我们 当我们这个教会 向前行的时候 主你的圣灵 让他们众底姐妹 无论在属灵上面 在身体上面 都满有你所给我们的恩慈 有健康 有喜乐 有平安 更加 我们有互相的爱心 联络 建立你的身体 我们祈祷奉主命求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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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